好的各位那其實大家如果仔細看前面兩個開局的話 其實前面兩個開局的特色在於是說 用自己比較差的經濟去換對手去打壓對手經濟 讓對手經濟比我更差 那接下來第三個我們要為各位講解的replay 就是比較正常的這個經濟開局 那其實我跟高金有時候在聊啊 或者是有時候自己在打天梯 其實各位新手如果你們在 其實我覺得不是說你現在在練哪個開局 你就在天梯上每一場都開局 而是說我個人認為是 你要在每一個就是在每一個天梯一開始 或是在每個比賽開始 在選擇說要做什麼樣的開局的時候呢 你要考慮的點有兩個 第一個點是對手的種族 第二個點呢是這個地圖的大小 那其實你看我們今天在這張 這張這個replay來說 所謂的人類的這個經濟的開局 為什麼這場人類會選擇做一個經濟的開局 主要是因為這一個這張地圖 夏庫拉斯高原是非常大的一張地圖 那高金你可以稍微介紹一下說 這張地圖對手的這個出生點會在哪裡嗎 這張地圖由於對手不可能會出生在 零近的一點 所謂的零近的一點就是在 就是你看像如果這是這場人類在5點嘛 對那就不可能出生在1點 如果在7點就不可能出生在11點 他所以說他唯一可能的出生的點位呢 如果說你看現在人類是在5點的位置 那最有可能的地圖 就是有可能的出生的點位就是在7點 或者是在11點 對那都是一個遠點 對都是一個非常遠點 因為其實你要走過去的話 要繞相當久的一段路哦 所以其實在這張圖的話 不管每個種族在這張圖 然後或者是在塔達利姆祭壇 也是目前天梯最大的一張圖 都非常容易來做所謂的經濟開局 所以這也是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你在哪一張地圖要做哪一種開局的話 一來要針對對手的種族 二來呢要來針對這個地圖的特性哦 那好 那我們馬上就來看看何謂人類的這個經濟開局 那高機我們數到三就開始吧 好 一二三開始 那這張圖 這張圖也是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他惡況是比較好防守的 所以這個對於經濟開局來講的話 也是蠻適合的一張圖 所以大家在開局的時候呢 就要開始 開始在進入遊戲以前呢 就要心裡面有一個盤算了 就是說 我看地圖跟種族 那我就先決定好戰術 對 那 那其實 其實對於三個種族 就是人類打人類 人類打蟲族 人類打神族的話 其實都有所謂的這個經濟開局 那今天我們在講 今天這場replay講的是 對神族的這個經濟開局 那當然對於 可能他跟於對於蟲族的經濟開局 或是對於人類經濟開局 會有一些差別 不過其實前面的這個開局都非常類似的 也是 死人口先下一個補給站 對那現在死人口了嘛 他就下了補給站 嗯 對那接下來就是現在就已經 十一人口 因為他下補給站的話 他十人口下補給站 他十一人口就能 能順利的做上來 對那接下來十二人口的話 剛好補給站好 對那所謂的經濟開局 就跟前面那種前壓開局不一樣 前壓開局可能工兵會停 但是經濟開局的話 工兵是盡量不會停的 也是我們第一級 現在對現在十二人口也下了兵營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工兵 還是一直不斷的在產 對那也是我們第一級所提到的 人類補工兵是三個種族裡面最慢的 所以能夠不停的話 這個SCP都是不要停的 好那現在十三人口下了瓦斯場 對一切都正常 這是最正常的這個經濟開局 是的 那接下來 接下來十五人口的時候呢 十五人口一好 就是兵營也剛剛好 那就剛好升級星軌 馬上升級星軌 對所以大家可以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兵一好的時候他馬上就會升級星軌了 對剛好第十五隻SCP一出來 馬上呢要升級星軌了 好升級 然後馬上補第一隻陸戰隊了 然後接下來存錢會蓋第二個補給站 是的 因為剩下三人口就滿人口 所以也是差不多要來蓋第二個補給站 所以是完全不停的流程 那現在他蓋在這個路口 剛好也可以堵住哦 嗯 來讓神主以為說我是要攀科技 或者是開二礦的一個開局 就是要讓神主做一個猜測 如果神主今天對手沒有做一個持續的偵測的話 其實也不知道說人類是做什麼樣的想法 對而且神主在人類家裡面的探射機 其實因為有的陸戰隊 對齁就活不久了 對 那活不久的話他的情報就會比較差嘛 對 好那現在升了兩隻陸戰隊了 好飄進來 升了兩隻陸戰隊了 接下來他就要蓋科技實驗室 但是這個開局的重點就是說他會做科技實驗室 嗯 那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就是比較普通的就是略奪者啦 再升級震撼彈這種 這種常見的開局 雖然是這樣子呢 但是他比較不一樣的是他單兵營 等一下來400塊好了以後就下指揮中心 那現在我們可以注意時間點 對他時間點是4分20幾秒 對4分20幾秒 然後人口是22左右 對然後下了這個指揮中心之後 這工兵還是不停的一直在慘 對他工兵不停慘那一間兵營也不停慘 這個時候其實是剛好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在 他在斜坡上的入口呢 再下了第三個補給站 這樣子補給站剛好可以把入口堵死 那如果說他當因為因為當兵營就開礦的話 如果說對手有攻擊的意圖的時候 那他現在蓋在這裡就比較好防守 對 好不過這個時候有一隻追劣剛好 欸插進而過 是 這個時候對手追劣過來偵查 看一下對手偵查到 其實對手沒看到對手沒有看到人類的這個惡況 因為他一上來就剛好看到略奪者出門 所以他搞不好還以為是雙兵營的潛壓 對他有點擔心就就又往後撤了 然後你看對手以為是雙兵營的潛壓 可是對手其實好像也沒有補兵的也打算 對 不過現在販圖想放大 還點掉一隻最 喔還好最略有逃走 對有逃走沒有死 那現在 神族他其實走的是很科技的開局 他是 直接就做機械製造廠 我們把這個注意力回到人類這邊 你看他惡況一蓋下去之後 同時間馬上又補了兩個兵營 是因為怕對手的兵營比較多 所以馬上 他這個就是說 他擔心神族做潛壓嘛 那 他下了礦區以後接下來就是要趕快補兵 補大量的這個兵營 對想要補兵的話當然兵營就比較多 可是 像我剛剛講的 他其實神族他也不一定說一定就要潛壓嘛 結果他走的是科具開局 不過 人類不能因為猜測說 對方可能不會來壓 那我們就不做了 對不行喔 你還是不能太偷就是你工兵 因為其實你剛剛當礦工兵已經補很多了 所以理論上你是會有多的錢 就馬上再補兩個兵營 所以這個開局最重要的就是要穩扎穩打 對穩扎穩打 你可以看到人類在惡況處 我們前面提到這個這張圖的惡況是比較好做防守的 而且一口氣下三個雕寶 我覺得雕寶兩個跟三個差非常多 兩個的話其實還是很危險 三個的話呢 你如果有偵查到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 人類因為是一個防守開局 所以他同一時間也有佔瞭望台 所以如果 瞭望台的這個視野有看到神族的部隊要推過來的話 可能馬上來拉零星的SCV 這邊standby來等著做雕寶的這個維修 那現在也下了 現在軍工廠是已經好了 那他也下了電機工程所 現在電機工程所的目的 當然主要是 但是等一下擔心說會不會有引刀呢 那我們就先 先下了那個飛彈砲台 其實高金這個電機工程所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再更早一點 因為其實你看他這個好的時候 已經八分鐘了 如果真的是 單礦數引刀的話 七分多引刀就來了對不對 對有點擔心 而且他的 他的能源全部都用在礦樓上面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他如果要再 再 穩一點的話呢 其實 其實還是建議說 我們有錢可以早一點蓋就早一點蓋喔 他剛好是硬去比較好 這場對手沒有出引刀 如果對手真的是單礦 一開始鐵的心機 他會很辛苦喔 對會非常非常辛苦 當然防守功力就 也很重要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現在心機趕快好了 而且他軍工廠掛的是 反應爐 對掛的是反應爐 對 這個人類新手玩家 你要特別注意的是 人類的很好用的就是 兩個飄起來做一個交換的話呢 不管是反應爐 或者是科技實驗室 都可以 都可以來做一個交換使用 而且 那他現在看到 大家看到他已經開始做一個交換的動作了 對 那你為什麼會先讓軍工廠蓋 蓋反應爐 因為我們反應爐要蓋非常久 要50秒 那 如果你心機趕蓋好 再蓋反應爐的話 你還要再多等50秒 那你不如 先讓軍工廠 接一個反應爐 然後馬上的 等到這個心機趕好了之後 再做一個交換 而且你看那軍工廠 他就是大量的這個地面部隊來加上 醫療艇 或是維京戰機 是沒有任何機械化的軍工廠部隊 所以軍工廠直接飄出去 來當作蝗蟲 來當作偵察用 對 大型的蝗蟲這樣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雙方的攻兵術 其實神族剛好也是一個惡況開局 所以其實 雙方的機器 神族的攻兵術沒有落差很多 可是其實 神族本來 我之前上一集也有講過 就是神族的攻兵 其實應該要領先人類 可是這一局 因為人類開局 開況得早 他攻兵術居然領先神族 再加上礦爐 其實人類的經濟好不少 好了三四百 是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人類是稍微要來做一個簡單的空洞 不過我可以提醒各位 你這個開局的話 你的兵術雖然一定要夠多 因為你看他雙礦的攻兵術也是補到 已經最有效率在開採了 這個時候應該要馬上了 其實他兵術其實目前有點不太夠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資源 他的資源其實已經 其實已經好幾百了 哇一口氣補了三間兵術喔 對而且 剛剛他待會這三個兵術掛的是反應還是科技實驗的事喔 是的 對因為其實人類的這個補兵 他不像是神族有所謂的藥傳 或是像蟲族的蟲卵 沒辦法一次大量補兵的話呢 其實這個兵術的數量在精算上也是特別的重要 是 那現在人類稍微想要做一個空頭 那當然空頭不是本集開局的重點 但是還是稍微微歸大一下說現在人類在做什麼 對那不會不會 本集不會特別講到空頭的技巧 或者是空頭的成果這樣 因為其實空頭本身也是一門藝術啊 所以之後在可能在甩槍之類的一些圍燒上 我們還會來特別的來做一個教學 好我們看看他這個時間點 人類開下三礦嘛 他的三礦 他的三礦因為他前線正在進行燒謀嘛 神族大概也沒有什麼時間會來攻擊 所以說他這個時間開下三礦 等到運氣好的話呢 三礦都不會有人來騷擾 他等一下三礦好再進行防守 資源就會隨轉 因為他是直接利用空頭來把對手的部隊 牽制在對手家裡 然後自己同時間做一個三礦營運 好那現在家裡面的兵營 同時下了三個科技實驗室 哇等於是六個科技實驗室 那六個科技實驗室的話 等於是同一時間可以花掉 六百塊錢跟這個一百多的瓦斯 如果都升六多折的話 對可以花一百五的瓦斯 然後同一時間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 其實他的一攻跟一防 一攻已經提好了 然後一防也快要提好 那待會可能也會下一個兵工場 來持續的提二攻二防 然後自己的星際港 也持續的在補這個圍巾戰機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大部隊 大量還是掠奪者 所以這個對空能力 如果對付對手的具象 或是對手的一些空軍的話 這個圍巾戰機也是不能停的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人類 你當然除了要好的營運之外 這個自己的這個兵種組合 所以選擇要夠正確 所以他現在是六間兵岩在產掠奪者 那地面就有交給掠奪者處理 那空中的話就交給不停產的星際港 他做圍巾 對我們可以注意到人類這個時候 三礦選擇的是升行星要塞 那升行星要塞的這個 用意是什麼 為什麼我不三礦也升星國的職位中心 這樣我不是可以更多魔力 可以來丟礦羅嗎 一般來講大家如果很想很喜歡經濟的話 大家可能會想說我三礦也下星國 這樣我三個星軌可以投很多很多的礦羅 可是其實這樣子的話 他三礦的防守會比較薄弱一點 所以說在三礦如果能夠的話 還是盡量希望說能夠下行星要塞比較安全 加上一個飛彈砲台呢 可以有效的防止各種基本的小兵的騷擾 然後我是一些零星的空軍 零星的騷擾其實都可以擋住 對那我要特別強調 在我還是新手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是星軌愛好者 我基本上每個礦都開星軌 那我就覺得行星要塞好像沒屁用啊 那我要花又要花瓦斯 然後又要花錢 然後感覺攻擊力好像也不 就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行星要塞很好用 等到之後呢 我漸漸多達一些 天氣我才發現其實行星要塞 一來他的血量非常厚 二來他的這個接觸面積非常大的 等於之後有大量的SCP可以做維修 而且他的攻擊又是擴散攻擊哦 其實行星要塞對於重組 而且行星要塞有一個很重要的要點 他在他在被對手攻擊的時候 他可以當一個肉店的一個角色 對然後大量的SCP做維修 除非神組有大量的巨像 不然的話其實他要對付行星要塞 都是非常困難的 是啊 好那因為其實人類剛剛有持續做空投 再加上自己的經濟很好 人口數已經有一個領先了 甚至他也拉了一點點SCP 一待會搞不好 也要來開自己的試況 人類從頭到尾這個人類打法都是非常的經濟哦 雖然說他打法很經濟 可是他補兵確實一點都不含糊哦 你看他基本上六個兵影 然後大量的掠奪者是不停產的 一直在生掠奪者 然後果然也開下自己的試況了 而且現在人口已經到達了179了 哇馬上180級馬上就要滿人口了 對 那他現在已經想要做一個前壓的動作了 對那當然其實這一場我們主要介紹的還是所謂的經濟開局 會戰的話不是我們講解的重點 不過目前為各位帶來就是人類 你看這麼好的經濟 哇一大部分掠奪者打針 這個是很可怕 所以說有了一句話嘛 就是有了哥的經濟剩下的就只是A啦 對啦有了哥的機台剩下就只是A啦 對啊 哇這個是兵敗如山倒啊 這個掠奪者數量還有微精戰技才太可怕了 真的是A過去就贏哦 因為他的經濟太好了 對 所以大家要知道經濟的重要性了 嗯 那現在神組已經窮途末路了 沒什麼沒什麼機會了 對一上高地之後 好這時候神組打他GG 那也是結束這場比賽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 這一張 我一開始前面提到了 為什麼要採用這樣子的開局 那高靖遠我也跟我們解釋 就是這張開局的話 不敢對手是出 對手就只有 其實嚴格來說這張圖 他設計上看起來好像是四人點位圖 但是其實這張圖 只是一個三人點位圖 因為這張圖不可 就對手不可能再出生在你的這個正對面哦 那所以這張 等於是說呢 因為這張圖的對手 都是會在一個相對遠點的話呢 所以人類就採取一個所謂的經濟開局 那相關的流程我們前面也有介紹到 那其實經濟開局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自己家裡後方的補兵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各位也要特別的來注意 這個補兵也要不停 然後還有前期的這個防禦哦 三個碉堡是不要吝嗇 就是一直蓋 然後而且我們可以注意到啊 人類打出去他三個碉堡是沒有回收的哦 所以說神組如果這個時候想要溜些兵打過來的話 我馬上的兵躲到碉堡裡面 還是可以來做一個防守 而且他碉堡現在至少還有躲一隻機槍兵在裡面 對就是他還是持續的在做一個防守 因為反正三個碉堡也不過就是300塊嘛 那我就反正我有錢我也不回收 我隨時要做一個防守也是OK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這個三礦 記得哦 你不要太 除非你這個防守功力很好啦 不然的話都還是建議新手 三礦盡量是開行星要塞哦 不要再開行星 還是不要太貪心比較好 對對對 那就是我們這一局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經濟開局 然後馬上的進行下一個單元 嗯